帕特莱利曾经谈到巴特勒 给他一个篮球和一个哑铃 他就可以自己干上一整天 很多时候 一个人能否持续集中注意力 能否坚持一件事 并从中汲取快乐 能否把雄仙壮志 化作行动 都是在基因里写好了的 而这就是巴特勒的隐形天赋 他的勤奋程度 让维金斯再怎么痛定思透 也永远无法达到 巴特勒出生于休斯顿 从小被生父抛弃 13岁又被生母直接轰出家门 理由是觉得他长得太丑了 但是 你知道休斯顿的夏天有多恐怖吗 那里是全球空调使用率最高的城市 中午气温在35度以下 都是稀有情况 甚至从室外停车场走到商场 都会让人汗流加倍 而流浪街头的小巴特勒 所要面对的窘境 堪称残忍 不过 休斯顿炎热的天气 却也改变了巴特勒的人生轨迹 从小被抛弃的巴特勒 最渴望的 就是尊重 而凭借着赛场上强硬的球风 他打服了很多同龄人 其中就有他最好的哥们 乔丹·莱斯利 他很敬佩巴特勒这么矮小的身材 却还能打得这么强硬 而无家可归的巴特勒 也顺便提出了在莱斯利家里留宿的请求 久而久之 莱斯利全家都接受了这位流浪儿 巴特勒 也终于有了一个关心他的养母 一个完整的家 高中毕业后 巴特勒进入当地的社区大学 每晚都可以轰下30到40分 这样出色的表现 也引起了马奎尔大学助教巴斯的注意 在看了巴特勒的一场比赛后 他立即成为了巴特勒的忠实粉丝 在NCAA联盟 巴特勒要面对更激烈的竞争 同时晋升主载练的Buds 对巴特勒的要求 比其他球员更加严格 早上5点半就要进行加练 甚至可以用惨无人道来形容 这让强硬的巴特勒 都直呼受不了 哭着喊妈妈 但是巴特勒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并得到了回报 大三时期 他在大东区内战中 连续在最后时刻绝杀康涅狄格大选 和圣约翰大选 并带队杀入NCAA疯狂三月 2011年 巴特勒宣布参加NBA选秀 并在首轮第三时顺位 被公牛选中 当时巴特勒在公牛的新秀合同 是四年541万 对比运动能力爆棚的维金斯 他生涯第一年的工资就有551万 入行第一年 巴特勒场均2.6分 入行第二年 场均8.6分 等到了第三年 在汉密尔顿退役后 巴特勒终于坐稳首发位置 场均13.1分 默默成为了队内的第四得分手 14-15赛季 巴特勒迎来爆发 场均20分 5.8篮板 荣英当赛季进步最快球员 使用率从16.7% 飞跃到了21.3% 成为了罗斯身边最棒的二当价 而实际上 纳赛季的罗斯 场均只有17.4分 4.9助攻 换言之 四年级的巴特勒 已是队内的头号种子 欠缺的 只是资历罢了 16-17赛季 公牛将罗斯交易到尼克斯 随后引入韦德和龙多 组建三巨头 巴特勒 成了毋庸置疑的大当价 但是 球队在这一年却爆发了更衣式矛盾 巴特勒和韦德 公开质疑年轻球员打球态度 引来龙多的不满 这也为日后公牛重建 埋下了伏笔 休萨起 巴特勒和韦德 安东尼 以及韦德妻子 在巴黎度假 在四人打牌期间 巴特勒接到了经纪人电话 得知自己被交易到了渝南球队 森林郎 心情沮丧的巴特勒 立即拿着100万的交易保证金 带着兄弟们去了他在巴黎最喜欢的餐厅 巴特勒借酒消愁 而两位老将也不断权威 希望他不要被公牛的这批无情交易影响 并且说了一句让巴特勒铭记的话 你将会改变明尼苏达的球队文化 在外界都以为巴特勒要去辅佐 唐斯和维金斯时 他却打出了场均22.2分 成为球队得分王 而唐斯场均21.3分 维金斯17.7分 反倒是巴特勒硬生生地拖着两位状元 杀入了季后赛 不过巴特勒对队内年轻球员的比赛态度 感到不满 不够专注 也不够积极 所以在新赛季开始前 就向森林郎提出了交易申请 在赛季回归的第一场训练赛上 巴特勒带领球队边缘人组成的第三阵容 击败了唐斯和维金斯率领的首发 随后 他朝着两位状元大喷垃圾话 甚至对着球队经理大喊 没有我 你们根本赢不了球 在为森林郎打了10场比赛后 他就被送到了76人 但是巴特勒在76人只待了三周 就发现这支球队有点不对劲 在录像分析环节 所有人全程无交流 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就只是走个过场 而巴特勒有一次公开提出意见之后 却又被质疑在挑战主教练布朗的权威 有媒体爆料 恩彼得在对着猛龙的系列赛前 曾不写不止 原因很可能是他糟糕的饮食习惯 费城的另一位青年才俊 本西蒙斯 场外生活丰富 在对着猛龙的季后赛前一晚 凌晨一点 还在多伦多的夜店里浪 几年职业生涯下来 三分出手 还没他换过的女伴多 而类似这样的事件 在迈阿密热火 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帕特莱利对队员的要求 比巴特勒 还要变态十倍 18-19赛季结束 巴特勒与76人一拍两散 毅然决然地加盟热火 多年以来 总有人将巴特勒视为更衣室的毒瘤 但是 巴特勒在离开公牛仅仅三个赛季 公牛就换了两人主教练 而森林郎在他离开之后 又喜提一个状元 76人没有了巴特勒 第二年就被凯尔特人横扫出局 主教练布朗立即被解雇 只有当巴特勒真的离开了球队 才能看出到底是谁在裸泳 而迈阿密热火 简直就是为巴特勒专属打造的球队 崭新的阵容中步伐低顺位 落选秀 以及发展联盟晋升的球员 堪称NBA最著名的屌丝天堂 而巴特勒身上 和他们有着相同的DNA 与球队气质相互相称 所有球员对巴特勒毕恭毕敬 一同享受着这种拼搏的状态 不过在进入热火的训练营前 巴特勒还需要完成一项测试 球员要在一分钟内完成球场折翻跑冲刺 然后在两分钟内恢复 再重复做十组 即便是当年的韦德 也曾在这项严苛的入营测试中 栽了跟头 在最初的几轮 巴特勒飞驰而过 轻松完成冲刺 但是到了第五回合 他的背变得僵硬了 因为前面太卖力 结果很遗憾 他没有通过测试 第二天 巴特勒在凌晨4点前就起床了 回到体育馆准备再试一次 去体育馆前 他甚至不敢看手机 生怕看到这样的标题 热火1.4亿 签下顶心球员 却未能通过体能测试 不过 热火并没有大肆悬扬这事 而是想支持下球队新签的领袖 巴特勒 开始了他凌晨4点的训练 几天后 他的队友 陆陆续续加入了他的训练行列 对此 巴特勒也欣喜地表示 我喜欢看到有人加脸 不管是凌晨4点 还是6点 我就是喜欢这么去做 以冠军为目标 在巴特勒的带领下 热火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 季后赛面对全联盟战机 第一的熊鹿 巴特勒用他强硬的表现 把MVP字母哥 收拾得不负贴贴 带领这群虾兵蟹将 杀入总决赛 2021-22赛季 巴特勒再次带领热火 杀入东区决赛 并在与凯尔特人 双碳花对决的第六战 达出了47分的超神表现 13岁的巴特勒 曾无法忍受休斯顿的炎热 而如今 他却在南海岸 将熊熊烈火重新点燃 几年前 即便是最乐观的热火 球迷也不敢相信 巴特勒能够带领球队 达到如此的高度 对此 巴特勒是这样说的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支 令人咬牙切齿的球队 我希望迈阿密热火 能成为一支磨牙损血的球队 很显然 他们做到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